眾所期盼的台灣自行車節又來囉 在活動大使歐雄組長的帶領下 2015台灣自行車節正式啟動 自從2011年首度舉辦之後 台灣自行車節已經在國際間建立口碑 參賽人數逐年递增 就連外國朋友在介紹台灣時 都用自行車天堂來形容寶島 能在台灣有名美景之一的日月潭 騎自行車是車友們的一大享受 還有被列為世界十大最艱難自行車賽事之一 的台灣自行車登山王挑戰賽 以及奇遇福爾謀殺環島 這三項原有的主軸活動 都受到廣大迴響 今年更是首度新增第四大主軸活動 零K兩馬奇跡 結合台中自行車產業 把台灣自行車文化推向國際 全世界的三大自行車廠都在台灣 而且它的根據地 就是在台中彰化的這個區域 自行車它不是只是一個活動而已 它是一個產業鏈的一個串結 所以我們希望把台灣自行車產業 能夠讓它國際化更生根 2015自行車節持續結合地方縣市政府 和國家風景區 要讓國內外的車友們 除了騎乘自行車外 也能一同欣賞體驗台灣之美 外體育新聞採訪報導 окиzeughan 家罪